做了两年中等生 高三咬牙拼了半年 一模成绩出来 搬花的第一被我夺了 于是我成了全班的攻击对象 班主任还是将许诺的第一名奖金 给了搬花 我知道 他怕搬花掉去别的班 让他少了清北奖学金 但是半年后 去北大的却是我 正文开始 两年半的高中 我确实不出色 年纪排名一直在300名徘徊 班级里稳坐中等 但这次一模 为了妈妈 我拼尽全力 王老师 您明明说好的 谁考第一名奖金就给谁 我挺直的腰 直接凝视班主任 奖金就500块而已 但一个人的信用 却不能只是500块 徐晓啊 当时我说的意思 是综合考量的班级第一 你理解错了 王上强脸上堆起了褶子 我确认没有理解错 你就是说的一模第一 我听得清清楚楚 他现在和我玩文字游戏 分明就是欺负人 王上强的脸一沉 顿时不高兴了 他觉得我质疑了他的威严 不尊重他 两年半的班主任 我很了解他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 你不幸可以问问其他同学 全班除了我以外 都证明王上强说的对 我紧紧握着拳 我平时自卑 话少 人缘不好 我不期待这些人帮我 但却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一起和起火来 颠倒黑白 无耻 我目光扫过所有人 你们的人品只有500块 我踹开椅子 将书塞进书包里 咬着后槽牙 不让自己哭出来 考一次第一 有什么了不起 就来给我甩脸 我盯着王上强 一字一句道 我不和你废话 我去找校长 校长是位退休反聘的小老头 平时总是乐呵呵的 我将情况和他说明了 校长我要转班 校长先是调解 王上强露出 高高在上的市长模样 当着所有老师训我 还打电话给我爸爸 两个选择 我死死咬着牙 尽管眼睛通红 要不然给我转班 要不然我今晚拉横幅后跳楼 这话我知道极端 所以其他班主任都不敢要我 我也破釜沉舟 如果没有人要我 剩下的时间 我就回家自习 就在这时 十一班的班主任赵老师 踩着高跟鞋走过来 他握着我的手 笑着和一群人说 要是没意见 许晓我就带回我们班了 他一开口 大家都松了口气 毕竟没有人会喜欢 我这么倔的孩子 王上强 人我临走了 往后许晓要是考上清北了 你可别来和我抢 王上强一副赶走温神的表情 挥着手 他考不上清北 你就别做白日梦了 那大家作证 可别到时候又出而返而 王上强的脸有些难看 我可捡到宝贝了 照例牵着我往外走 我垂着头跟着他 他手指纤细而温暖 紧握着我的手 除了校长办公室 还冲着我调皮的眨眨眼睛 自杀这种事 不许再说 嗯 我点头 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他摸了摸我的头 真是绝孩子 别有压力尽力去做 结果不重要 我点头 我紧跟在赵老师身后 来到了十一班 我站在讲台上 看着底下的同学们 纷纷露出疑惑的眼神 还好 不是嫌弃 也不是厌恶 这位是许晓 这次可是考了年纪第五 我刚在王老师那里抢过来的 后面几个月 大家要互帮互助 一起努力 大家鼓起掌 一个个扬起笑容 欢迎欢迎 他们眼神真挚 至少此刻的 我是能感觉到 新班级的温暖 我沉默着 脸上却不自禁带上笑 赵老师带我到中间那台坐下 同桌是一个胖胖的男孩 眼睛有点小 笑起来迷成一条缝 他从桌子上爬起来 摸了摸口袋 递给我一个东西 我下意识想要闪躲 因为之前在网上墙班上 几乎每天都会收到 玩具小蜘蛛一类的恶作剧 可是这一次 是一只草莓味的棒棒糖 他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郑坤 我没收糖 他往我这边推了推 满脸讨好 我要是睡觉的话 千万不要告诉老师 原来目的是这个 我盯着他手里的棒棒糖 有点犹豫 说了我可就同流合污了 不过我本来也不会跟老师告状的 我没说话 他竟然双手抱拳坐起一来 许小大好人 你就棒棒我吧 我看着桌上的英语笔记 头疼不已 我从前成绩一般 高二下策的时候 爸爸酗酒越来越严重 因此耽误了不少课程 再看如今的学习进程 好多地方都看不看明白 小小都下课了 你怎么还待在位置上 前桌的女生周瑶 盯着我桌上的笔记 仔细看了几眼 哦没听懂事吗 我有个姐姐高三毕业了 她的英语笔记都在我这里 注视更仔细一点 我接给你看看 说完 她真的在桌子里翻翻找找 给了我一本笔记 的确如她所说 谢谢 我对她笑了笑 忽然看见班上的男同学 大片大片往外走 他们去干什么 来新班级 总要了解一下 嗨 昨天三班的几个男生 欺负我们班女生 他们却要说法去了 这么多人 不会出什么事吧 过了一会儿消息回来了 我们班男生大获全胜 十几个体育生 只是站在三班门口 三班男生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他们给十一班女生道了歉 现在女生们团团围在一起 给男生举行凯旋仪式 其实也只是鼓鼓掌夸几句 不过这样和谐的气氛 我是第一次见 十一班果然名不虚传 除了分数 他们什么都是最好的 很庆幸 我也能来到这个集体 一天时间 有很多同学过来问我情况 家住哪里 喜欢什么科目 周末要不要一起去滑冰 可没有一个人问我 为什么要转班 可能大家都知道原因 所以没有再问的必要 再问 只会提起我的伤心事 带来难受和尴尬 放学了 我是走毒 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 郑坤背着他圆鼓鼓的书包 我家好像跟你走一条路 一起吧 好 咬着棒棒糖 我们穿梭在一片小巷子中 酸甜的菠萝味道 竟然让我疲惫的一天都清爽起来 前面迎面走来一群一般的同学 他们看着我 忽然就笑了 满脸嘲讽的他们 说起话来毫不客气 他们说我作弊还威胁老师 活该从重点班去了平行班 从他们帮着王上强说话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 良知不是人人都有 也不是每个长得像人的东西 都能听得懂人话 我根本不想跟他们争辩 我转身要走 他们不依不饶 加快速度超到我面前 连成一排 拦住了我的去路 你们想干嘛 我眼神一扫他们 可他们的嘲笑声只会越来越大 他们说 徐晓你不会考虑一次第一 就真的把自己当第一了吧 你到底算什么呀 其实 这种嘲讽在我眼里 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付他们这种人的最好方式就是 用结果狠狠打他们的脸 让我没想到的是 刚刚认识一天的郑坤 竟然拖着胖胖的身体 挡在我面前 他比我高了一个头 立即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什么也看不见 却莫名有种安全感 他插着腰 说一般的同学人多欺负人少 男生欺负女生 还说他们没出息 没想到 看起来这么斯文的郑坤 骂起人来 可是一点不含糊 自己考不到第一 就见不得别人考第一 酸是吗 他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着 我的心慢慢变暖 当所有人都站在你的对立面时 郑坤的一句话 都显得弥足珍贵 看吧 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是一个样 班级的氛围 和老师的教育很重要 一般同学 竟然真被郑坤给说得哑口无言 他们走后 我跟郑坤道谢 明天我也送你一个棒棒糖 我对他一笑 你喜欢什么味道 郑坤拍了拍自己的书包 应该的 以后碰到他们 别客气 我想 我明天一定要给他买一支棒棒糖 回了家才知道 这大概是不可能了 我爸爸的一个耳光 扇得我大脑一片空白 除了好像带着电流的嗡嗡声 我那一分钟 没听见任何其他声音 只看到我爸的嘴动得不停 插着腰手指着我的鼻子 红对眼 和以前一样满身酒气 他在骂我 可我听不见 慢慢恢复了听力 其实还不如永远不能听见 你真是脑子不好 当初好不容易把你送进重点班的 你居然和老师吵架 其实他没有好不容易 出身高的时候 是我自己考进来的 他只是替我去学校报了名 说了请老师喝酒 可人家根本没搭理他 我动了动嘴 想反驳 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 反驳只会招来更厉害的毒打 妈妈在旁边 他看见了会难过的 我换了一种说法 我考了班上第一 王老师承诺的奖学金没有给我 还侮辱我 刚刚挨打我没有哭 可是说到侮辱这两个字的时候 鼻子却酸酸的 算了 这是不重要 还有几个月 忍忍就过去了 我爸瞪了我一眼 再说 你一抹怎么考的第一名 是不是作弊了 我说的侮辱 就是来源于作弊这两个字上 我沉默着低下头 深吸一口气 我没有 我知道 这次解释跟之前一样 得不到理解 只会让他更生气 果然 一个高高的巴掌声在半空中 眼看就要落在脸上 妈妈带着眼泪挡住了他 孩子他爸 他知道错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可我妈根本拦不住 他右手还受了伤 我爸粗鲁的把他推开 又是一巴掌 比刚才更疼 我眼里也更色 眼泪不是我想让他掉下来的 我说话哽咽着 你为什么也不相信我 外人是外人 家人是家人 当他们的态度一样时 这才是最让人委屈难过的地方 我爸冷哼一声 眼睛带着火光 却给了我无限的含义 你要有让我相信的条件和资本 你自己什么样 你不知道 哦 我冷笑着转头 我会记得你的话 我回了房间 锁了门 门口咚咚咚的声音一直持续着 我爸死命的敲打 让我感觉地板都在颤动 很快 他就开始上脚了 我没开门 他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好啊 许晓 老子怎么有你 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作弊就算了 现在翅膀是真的硬了 敢跟老子顶嘴 成绩这么差 你给老子辍学 嫁人算了 长这么丑 真不知道哪个男人会娶你 我钻紧笔 说不难受是假的 但难受有什么用呢 他不是说过了吗 他要的是条件和资本 我吸了吸鼻子 埋头写卷子 进展不太顺利 因为眼泪掉下 笔尖只能在湿漉漉的卷子上染墨 没事 那就换一张吧 半夜的时候 妈妈偷偷进来 给我送热汤 学习一天了 这么晚了 赶紧休息吧 妈妈红肿着眼睛 却对我笑着 我轻轻摸了摸妈妈的右手 对不起妈妈 我没能拿回来奖学金 五百块钱不多 但是可以给妈妈买个新的自行车 这样 她以后出去卖菜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自行车老化跌倒 而导致手受伤了 妈妈揉了揉眼睛 孩子 妈妈不在意这些 只希望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长大就好了 她悄悄在我耳边说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嫁个好男人 好男人的前提是 不能续久 我说好 其实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为什么要把吸气 寄托于男人身上呢 等到明天还要上课 我有些着急 干脆重重一巴掌 拍在自己的后脑勺 晕晕的 不过可算是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四点半 闹钟一响 我起床洗漱收拾东西 五点的时候出了门 路过学校旁边的小卖部 看着五花八门的棒棒糖 算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在教室里被单词刷卷子 最困的时候 要靠不停地洗冷水脸来清醒 不过我并不觉得辛苦 比起我几个月后 也许会得到的东西 现在的付出不值一提 做完几张卷子 已经六点五十了 同学们陆陆续续从门口进来 班级里吵吵闹闹 而我和郑坤 就像是两个怪胎 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 我低着头 忽略掉这些声音 安心刷题 而郑坤来了之后 就趴在桌子上睡觉 这么吵 却睡得那么香 声音越来越大 上课灵响起的那一瞬间 赵老师踩着高跟走了进来 你们在吵什么 他的视线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最终停留在我这里 你们能不能学学许晓 班里顿时安静下来 他们看着我桌上 已经做好的几张卷子 有些讶异 从今天开始许晓 离开桌子你们离开 许晓刷什么卷子 你们就跟着刷什么 赵老师说完话 我以为大家会愁眉苦脸 或者直接瞪着我 毕竟 他们将要迎来苦逼的冲刺生活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 没想到 大家除了惊讶 就只剩下崇拜 当然 哀嚎声指明 他们对这件事情并不情愿 周瑶回头小声说道 你太厉害了 他们这么吵 你居然还能刷题 赵老师走了 大家竟然真的跟我一起做题 郑坤抬起了头 从口袋里 拿出十几个味道不相同的棒棒糖 满脸乞求 许晓 求求你 别做题了 就小弟一条狗命吧 让我做卷子 我会哭的 我笑得肚子有点疼 对哦 棒棒糖我是买不了了 那就换一种方式感谢吧 于是我十分无情的将棒棒糖推了回去 我翻开数学卷子的第一页 开始 也许你们跟我一样 以后不会为了今天而后悔 十分钟后 我以为 郑坤只是夸张 我现在才知道 他是写实派 他做卷子真的会哭的 他两行灼泪一直滴到下巴 声音乌液着 怎么办啊 太难了 我根本不会做 紧皱的眉头提醒着我 他真的很痛苦 原谅我 一个没忍住就笑出了声 不会的圈起来 下课我跟你讲 他拿着笔 颤抖着手 试探的语气带着哀求 我可以拒绝吗 不行 我觉得我可太坏了 以后会一直坏下去的 郑坤的小胖手一抹眼泪 你太厉害了 数学老师进来了 安静的气氛 让他右腿停在进门的半空中 今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看见太阳依旧照在东方 数学老师扶着眼镜进来 格外仔细 生怕掉了 你们怎么了 他更惊讶 好像于他而言 比起十一班的同学 安安静静刷题 太阳从西边出来 要更容易接受一点 同学们的手纷纷指着我 罪魁祸首在这里 数学老师看一眼我桌面 顿时竖起个大拇指 说好样的许晓 全班同学眼里 希望的光暗淡下来 又是一阵哀号 数学老师一拍桌子 安静 就是一瞬间的事 教室鸦雀无声 没多少时间了 大家一起努力 不复青春 同学们鼓着掌 眼里的什么东西 正在慢慢发生改变 我抽出时间 做了两套卷子 都是在下课时间 同学们很有秩序 下课也没再像之前那样 吵吵闹闹闹 上厕所的去上厕所 剩下的人就跟着我一起刷题 临近放学的时候 我已经整理好错题 准备给郑坤讲 这样不仅能帮助他提升 自己也能复习整理 毕竟复习的最好办法 就是重述 先见戏 我等着郑坤见戏 他眼巴巴看着我 什么是见戏 我一拍自己脑门 然后从头开始 为他讲述了一下 怎么见戏 怎么设X和Y 从最简单的一次函数 再到二次函数 我感觉自己嘴巴都要磨破了 我说清楚了吗 郑坤似懂非懂的小眼神 看着我 先是摇摇头 又迅速点点头 懂一点了 当我抬起头 想喝口水的时候 看见窗外已经快要黑了 应该都去吃晚饭了 先吃饭吧 不管要怎么压榨自己时间 都不能不吃饭 我起身回头 被吓了一跳 怎么周瑶也没去吃饭 他黑溜溜的眼睛低溜溜的转 小小 一会晚自习放学了 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我还有些地方没太听明白 他肯努力 肯用功 我自然乐意 好 晚自习 以前的十一班最吵了 这在以前 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可是今天 安静的好像教室里 占了十七八个老师 实际情况是 同学们自发作题 即便是小声说话 大多也都是关于错题的讨论 赵老师进来晃了一圈 满脸激动给大家打了气 不错不错 今天大家表现太好了 继续努力 这个周末请大家吃好的 原本这一天比往疲劳很多 但这一句话过后 大家疲惫的眼睛 又重新亮了起来 好 赵老师揣着手在走廊上遛挡 数学老师来说作业 在走廊上跟赵老师聊了起来 赵老师可以呀 抢了许晓这么的宝回来 赵老师的声音 都透露着神清气爽似的字 笑容满面 可不吗 许晓这孩子很聪明 而且身上有难得的坚毅 我红了脸 哪里是坚毅 明明就是倦 我只是不甘心 一直做普通的自己 人不能选择出生 但可以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 数学老师咋舌 不过你这么一来 算是彻底得罪了王老师了 哼 赵老师一声冷笑 我都能挠不到 他白眼甩天上的场景了 王上强自己不识货 难怪许晓在重点班 一直不出头 数学老师摇摇头 满脸惋惜 也不知道重点班 还有多少这样的人才被淹没 最后他们悄悄说了几句话 我也没太听清 大概就是说 让王上强去做重点班的老师 是误人子弟 无所谓了 我已经从那个坑里跳出来了 此后的时间 还是跟以前一样 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其他时间都放在学习上 说不辛苦那是假的 好在同学们也跟着我一起努力 至少精神有所慰藉 我不是孤身一人 唯一不太一样的是 每次跟郑坤讲题的时候 身后的同学一次比一次多 他们静静坐着 站着 拿着笔和本子 书写着青春的脚印 有时候 我在上学放学去食堂的路上 会遇到王上强 他一名无几的个子 偏穿着西装 眼眶伸到 似是没有眼白的眼睛 四处张望 他脸上总是带着的笑容 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也会忽然消失 对不起哦 王老师 你美好的一天 好像被我这尊 你眼里的温神给破坏掉了 他的眼睛从我脸上扫走 又看向天边 抿住了嘴角朝下一拉 鼻子里仿佛有冷气要出来 我自然不同他打招呼 配吗 为人师表 可不体现在 那一身烫的鼻挺的西装上 哟 王老师 这不是您的高徒许晓吗 同行的老师 是一般教英语的 他捂着嘴 眼睛在王上强脸上打量 王上强脸色很不好看 瞪了我一眼 这种学生中的败类 我可没有教过他 我冷笑一声 也许老师太自以为是 我也不想承认 你曾是我的老师 确保看见他的脸色 比吃了苍蝇还难看后 渐渐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学习生活 二魔来临了 我很激动 这是一次检验 更是一次证明 当我考完最后的文宗 回到教室准备晚自习的时候 郑坤脱腮看我 你这次考的怎么样 应该还行 跟上次差不多 说这话 我是有底气的 当时考试我虽然紧张 但好在后面调整好了情绪 太好了 郑坤伸出手掌 Give me five 看他这高兴劲 我就知道 他也稳了 当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才明白 郑坤的满足点 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我站在贴好的成绩单前 同学们乌泱泱一片挤在前头 我完全看不到分数 郑坤高兴的手舞足导 告诉我 他总分比上次高出了五十多 数学是他最弱的一门科目 也从四十几分变成了六十几分 五十多分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 我祝贺他 谢谢你 许晓 他朝我眨眨眼 你每天用自己时间给我们讲题 二魔成绩 大家都进步了不少 赵老师肯定要请吃饭 到时候我给你包虾 我笑道 你还是自己先补补 这段时间都累瘦了 大家都过来跟我道谢 他们说 十一班这次平均分 不用再垫底了 还说 谢谢我 让他们渺茫的前路 好像升起了一盏灯光 他们给我让开路 我来到成绩单前 我指着自己的名字 对上上面的数字 四 我是年纪第四 上一次 我是第五 虽然只进步了一名 可这是对我努力的一种肯定 我深吸一口气 我知道 这还远远不够 我往后看 目光最终定格在00这两个字上 他还是第六 跟上次一样 周末 赵老师请大家聚餐 来到餐厅 赵老师举起酒杯 里面盛着可乐 这次考试成绩 老师知道了很高兴 可喜可乐 在这里 敬所有的十一班同学 大家再接再历 青春永不后悔 赵老师萨萨而立 一仰而尽 再接再历 青春无悔 大家纷纷举起酒杯 一起高喊 在这里 我要特别奖励许小同学 赵老师拿出一个信封 放在我面前 这是奖学金 班上第一名 五百元 我愣在原地 没有伸手去接 因为十一班 从来都没有奖学金 只有重点班 学校才会开这样的特例 所以 这是赵老师自己的钱 赵老师见我没有动作 仔细看我两眼 怎么了 徐晓 我摇摇头 将奖学金推到老师面前 不行 老师 我不能开此先例 赵老师笑了起来 眼睛弯弯的 不仅仅是你 是班上的前五名 都有奖励 剩下的几个信封 也被老师按名词发了出去 徐晓 你要是不接 他们也不好意思拿了 我一向上发分明 你不要让老师失去信誉 我只能接下 谢谢老师 信封不厚 但却沉甸甸的 装在这里面的 不仅仅只是那五百块钱 还有久违的公平和公正 看吧 老师也并不都是一个样子 老师都是公平 慈爱的 除非 有的根本就不能被称之为老师 周一早上 郑坤好奇地问我 那天赵老师给你发奖学金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接 我低着头 其实现在也想偷偷还回去的 赵老师一定是怕 我对上次的事情耿耿于怀 所以想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我好受一点 我不想让老师损失 这是老师自己的钱 我不想拿 郑坤哈哈一笑 你好好考不清北 赵老师不但能回本 还能赚 我看着笑着的郑坤 忽然释然了 是啊 赵老师在鼓励我 我要做的是好好努力 不负他的期望 我看着书包里的钱 鼻尖微微发酸 妈妈 我可以给你买一辆新的自行车了 好了好了 怪我怪我 扯远了 郑坤打着哈欠 今天做什么卷子 英语 开始了 郑坤也不爱好了 马里的跟着我开始做卷子 三模 我依旧第四 分数比上次高了一些 可名次没进步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不止我一个人在努力 可能他们比我更加努力 郑坤说 北大最近来找过 年级第一和第二 我对比了分数 虽是第四 但和第一 第二差距还是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年级的一 二 三名 都是二班 另一个重点班的 而现在 一 二名 已经变成了一班的 可能 除了努力 天赋也是很重要的 赵老师找我去办公室 他看了看成绩单 露出了微笑 许晓 你这次的分数 比上次进步了很多哦 继续加油 我说好 他深看我一眼 不过也别太累了 身体要紧 我觉得自己 可以再努力一点 他笑了 好 有不懂的 随时来问我 他刚说完 办公室里 其他老师也都负荷 随时欢迎你来问我们 谢谢老师 我感激的看着几位老师 家里 我依旧学习到半夜 夜复一夜 妈妈总是给我端茶送水 用本就微博的收入 给我买了很多营养的补品 他说 谢谢我的自行车 难为我了 我笑着打开台灯 这个都要谢的话 妈妈以后谢的不是更多 他看着我 竟然愣在了那里 那眼神好像在说 这还是我的女儿吗 是的 紧张刺激的高强度学习中 我竟然开朗了不少 至少 我现在的笑容 都是真切发自内心的 总之 这一切的一切 都归功于 十一班那群善良 带给我莫多温暖的小伙伴 其实 我很久没见到爸爸了 他每天喝九十二点才回家 我都刻意避开他 早上他在睡觉 我揣着早饭 已经去学校了 我跟父亲那点 微乎其微的亲情 在未来面前不知一提 经历了几个月的磨练 十一班的气氛不一样了 每个人都加倍认真 我们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书写的沙沙声都变得紧张 教室里也弥漫着 风油惊的味道 这是最后的冲刺 是绝不能松懈的时刻 我还是会讲难题 并不仅仅为了教他们 而是为了巩固我自己 同学们都会过来听 还会提出多种解法 大家一起讨论 推翻 再讨论 有时候还会因为 解题思路冲突而争吵 但吵完后 又很快因为 下一题的不谋和抱在一起 互相商业 互夸对方聪明盖世 一时间 曾经睡觉 打牌 听歌活动丰富的十一班的人 只剩下一件事 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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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天天过去 深刻在我们脑海中的日子 已经敲响了门 学校组织动员大会 会上 王上强作为教师代表说话 比他自利老 重点班有两个班 属于这一届的精英 而前两名都在一班 所以王上强带的班高分更多 高考在即 学校需要的是高分数 是下一次招生的排面 所以他理所应当 高考即将要来了 诸位学子 老师跟你们是一条心 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你们放心去冲刺去拼搏 为自己 为学校争光 我站在前排 听着他的高堂阔论 太讽刺了 毕竟这话 居然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王上强扫了我一眼 眼中不屑一闪而逝 他又将视线抬高 大家稳扎稳打 不要心浮气躁 得意忘形 太明显了 不是我 也必须得是我了 一般的人 跟随着他们老师的视线 扭头看向了我 这样嘲讽的目光 我早就习以为常 我淡淡瞥了他们一眼 无视就是最好的蔑视 我只是这会儿 没有资本和条件而已 但天长日久 终有我能反击的一天 我本人选择了无视 可郑坤激动不已 又是朝着一般数中指 又是骂他们脑残 一般自然不服气 又回骂了郑坤几句 其他同学也帮着我 两个班级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 其他班主任都皱起眉头 看向赵老师 意思很简单 赵老师你不管管 赵老师贪手耸肩 无能为力 而大不由娘 何况 我们班都是独立自主的好孩子 你不用我管 这话的反应 当然就是别的孩子需要管呗 最终 对骂由我们班压倒性胜利结束 满满的操场上 想撤着我们十一班的呐喊声 十一班 必胜 必胜 高考前 学校放了两天假 让我们放松 我看了一天书 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有人敲门 爸爸的声音比以往清醒 吐字清晰 听得出他今天破天荒 没有喝酒 我要跟你谈谈 我开了门 他坐在我房间的椅子上 我已经帮你找好了人 你要是考杂了 就去那个工办的大专 他说 选个会计专业 女孩子出来稳当 大专吗 也对 在他眼里 我连隔壁离神 抢劫坐牢的儿子都不如 可我没有解释的打算 因为他说过 他要的不是干别的解释 要的是资本和条件 一切还是未定时 我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 我的沉默 好像也激怒了爸爸 他红着眼 恼羞成怒道 你真是头驴 又蠢又倔 我仍是没说话 说什么都没意义 妈妈上前拽住他的袖子 孩子他爸 他明天就要高考了 咱们还是别打扰他了 让他好好休息 我爸爸一甩手 瞪着妈妈 满脸怨气 你瞅瞅你 自己生的什么玩意儿 要长相没长相 要脑子没脑子 肚子太不争气 生个鸭头骗子 让我在兄弟当中 抬不起头也就算了 偏偏还是个降重 老子该一早 给他卖了 嗯 出去的时候戴上门 谢谢 戴上耳机 终于安静了 世界只有我了 成败在此一举 明天加油 我醒得很早 妈妈给我送行 她做了很多菜 明明是早餐 却比晚餐还要丰盛 小小 你安心考 我给你存了学费 你不管考到哪里 我都供你读书 不管多少钱 都是妈妈的血汗 对我太重要了 我很紧张 第一堂考试 我甚至有点手抖 坐在教室里 我竟然开始胡思乱想 我拼命掐着自己的大腿 想让自己理智下来 可是很难做到 郑坤不知道从哪里过来的 在窗口给我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真的有点神奇 我纷乱的内心 很快就清静了下来 我投以感激的眼神 拿到考卷 我笔墨在纸上飞跃 书写下的是我和十一班 这半年的努力 三天高考 看似平静 却似千军万马厮杀博弈 我是其中一人 我的身后却站着很多的人 考完了 我和尚的笔盖 是永远不会再拾起的过去 考完以后 我每天帮妈妈卖菜 他说我好不容易考完试 应该在家多休息几天 没必要跟他一样辛苦 比起莉莉在目的高三下策 这点辛苦 九牛一毛 我摆好蔬菜 电话响了 郑坤打来的 你孤分了吗 怎么样 他急不可耐的声音传来 还行 我低着头 嘴角带笑 我也孤分了 郑坤此刻一定激动的眉飞色舞 许晓 许晓 我说不定能摸到二本的门 那太好了 我也为他激动 之前他三摩的时候 分数刚过二本几分 你有没有空 我妈妈说要请你吃饭 感谢你带我复习 将我带上正道 我看着妈妈在一旁擦汗的样子 改天吧 我要帮妈妈摆摊 好吧 他有点落寞道 下次一定哦 嗯 挂断电话 瞥见同学群里都在说考试的事 斟酌再三 我屏蔽了消息 这几天 也许是我最后的宁静 我已经帮徐晓找好人了 有我在工作不用烦 到时候进服装厂做衣裳 一个月几千块钱不是问题 别看我一个做小生意的 可交的朋友都是有头有脸 他们都要给我几分面子 爸爸跟一群朋友在屋子里喝酒 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 他喜欢吹牛 而我和妈妈戏意为常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茶分那夜 我闭着眼睛 在等待十二点的到来 而妈妈在房门外溜达 声音很轻 好像是怕吵到我睡觉 到了时间 他轻轻推开我的门 见我睁着眼 微微一笑 问我能不能查分了 可以 我打开手机 我们贴着脸看分数 妈妈身体一直很抖 她比我更紧张 却还在安慰着我 没事的 小小 咱们考杂了也没有关系 哪怕你复读 妈妈也支持你 我查到了 总分比我自己预估高了十一分 十一分 这是上天的馈赠吗 我也开始浑身颤抖 我闭着眼睛 过往种种悉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妈妈的声音迫使我睁开了眼睛 小小 你 你的排名怎么是条横杠 她的声音也发抖 语调里满满的都是着急 我抱着妈妈 哽咽道 妈妈 省排名前五十 不显示 是的 我就是在前五十 妈妈傻了眼 震惊中带着迷茫 孩子 你 你再说一遍 我的排名在省前五十 前 前五十 我的天 我的小小 妈妈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嚎啕大哭 我的儿 妈妈像是在做梦 我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妈妈 这不是做梦 是真的 看吧 努力是有成效的 也许一开始微乎其微 可天道酬勤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妈妈还在哭着 是激动 也是委屈 她和我一样 从来都不信 我只能去大砖 她也说过 从来没相信我是作弊 哭声将爸爸吵醒了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她骂骂咧咧 瞪了妈妈一眼 考不好就考不好 大半夜豪桑呢 自己生的什么玩意儿 你自己不知道 你不会真以为 她能考不好学校吧 上个二本 就谢天谢地了 她猛然扭头 又指着我 语气之足是我从来没有见到的 她站在爸爸面前 腰板挺得笔直 吼道 小小考了全省前五十 全省 全省 她不断重复 说着说着 眼泪速速掉 爸爸被吼愣了 这次她没生气 猛力掏了掏耳朵 你你说什么 徐勇 我的女儿徐晓 考了全省前五十 妈妈吼道 怎么可能我爸抢过我手机 看到我没有显示名次 她迫不及待又摆读了一遍 两分钟后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没抄别人的 我冷冷地道 问我 清华北大稳不稳 稳 她猛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冲天大笑 哈哈 小小啊 你真不亏是我徐勇的种 爸爸骂错你了 明天就白酒席 老子这次靠着闺女 在兄弟中出人头地了 我得把他们都叫过来 让他们看看 我家徐晓的能耐 我叫住她 先不急 她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 根本没听见我说话 她来回走了几圈 挠着头皮 哎 我要干什么来着 哦 给我那些兄弟打电话 半夜十二点半 她捧着手机 在客厅里挨个打电话 什么我骂她 我骂她 那是我骂错了 可她还是我的种 别说废话 等我订酒店来喝酒 喂 大哥 我家徐晓清华北大稳了 全省前五十 牛 那必须牛 她从小就聪明 我和妈妈对视 直到拦不住她 索性不管了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显示名字是赵老师 电话接通 赵老师的声音 也透着急迫 多少分 她问了我分数 我如是说了 对面一段长长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 赵老师哽咽地道 好 好孩子 好 我一夜没睡 心里的事情太多了 情绪太复杂了 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 激动和欣慰 占据了整个大脑 回首再望 曾经付出过的心酸 此刻竟然觉得甜蜜蜜的 早上好不容易有点睡意 校长的电话 却打到了家里来 叫我去学校 到了学校 办公室里站着四个人 此次的全校前四 但是里面没有林林 正手坐着几位领导 和两个重点班的老师 校长好 我跟校长问好 旁边的王上强披我一眼 然后目光就在我脸上 死死粘住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你你你 你居然考全校前四 他真的很惊愕 否则 不会当着校长的 面对一个经历了高考的学生 提出质疑 高考防作弊有多严格 大家都很清楚 嗯 我笑着看向他 难道王老师是觉得 自己比高考更公平公正了 高考不是一般 不是他的天下 校长看看他 又看看我 王老师 你在说什么 徐晓同学 这次可是全校第一 王上强像是被什么掖住了一样 面色铁青 跌坐在椅子上 怎么可能 他喃喃自语 仿佛在说 他怎么可能看走眼 他不可能走眼 分数不会弄错吗 他忽然抬头看着大家 在场的人脸色都是一变 校长呵斥道 王上强 你热昏头了 就去休息 说着 冲了另外一个老师说 带着他出去 一向被寄予厚望的班主任 这次他的班没一个进前五十 而且他自己还被人从校长室拖出去 我还听到了外面老师们的笑声 校长问了我的意愿 他特别提到了我 领奖的时候也让我独自上去领 他说我的进步很大 他任教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有人能在最后一学期 从前三百冲上第一名 而且 这位同学还是自请从重点班 调去平行班的 他问我有什么感想 要跟大家分享 拿到话筒 我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 我记得赵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愿我们的青春无悔 我很认同 我与你们一样 都是普普通通天赋不高的学生 我由衷地感激我的班主任赵老师 是他在我最无助最难过的时候 接纳了我 赵老师红着眼睛朝我挥了挥手 嘴角朝上 是他给我的温柔 也很感激王上强 我甚至都不愿意带上老师这个后缀 但是王上强显然没察觉这一点 听到我要感激他 立马挺折身子板 一米六不到的个子 实在撑不起那身西装 如果不是他 教会了我弱肉强食 教会了我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 我不会被勉励 更不会有惊天 这里头诸多的事情 已经没有必要拿出来讲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王上强 王老师 则则则 要说你任教这么多年 不该把珍珠当鱼木啊 你得把人伤害成什么样 人家才会在这种喜庆日子 都不忘提起你啊 他难堪地低着头 不敢说话 最后 感谢我的妈妈和十一班的小伙伴们 感谢我强大的后盾 我说完 安静过后 是雷鸣般的掌声 郑坤带头跳起来 喊道 徐晓牛X 紧随其后 所有人跟着他喊 徐晓 徐晓 一声一声 回荡在整个操场 我在众目注视中 挺着腰杆走下来 站在赵老师面前 他一把抱住我 紧紧抱着 十一班的人冲过来 我们抱坐了一团 蹦着跳着 郑坤将我抱起来 无数手将我拖着抛起来 我笑着仰面 看着蓝天白云 还有赤热羔羊 很近 仿佛触手可及 赵老师也大笑着 冲着王上强喊道 你可别和我抢 徐晓是十一班的清北生 我看到王上强整张脸都抖起来 他猛喝着杯子里的茶 校长说 是 是 徐晓是你们平行班的清北生 谁都抢不走 招生 选专业 最后订学校 我去了北大 爸爸坐在家里捧着电话本 将他三十年没联系的同学 都通知了一遍 我再三确认 十一班的老师和同学们 也会来后才坐在沙发上吃西瓜 郑坤的电话来了 他考得比他自己孤分还要高 不但过了二本 还紧抓了一本的尾巴 虽然没有上到一本心仪的学校 但却选到他喜欢的专业 他妈妈比我爸爸还夸张 五星级酒店订了六十桌 我也替他高兴 在电话这边由衷祝贺 恭喜你啊 徐晓 你就是我的神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 他在电话那边吼道 不等他说完 那边的声音变成了中年女性的声音 女生骂了他一顿 抢了电话 你好小小 我是郑坤的妈妈 感谢你帮我加郑坤 要不是你他那块烂泥大砖都上不了 你哪天有空 阿姨请你吃饭 你一定要给我们全家这个机会 上一次我已经拒绝了 这一次不能再拒绝 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我笑着说 谢谢阿姨 过几天我一定会去 接下来就是聚会的休闲时光 赵老师常带我们去的餐厅里 我听郑坤说 零零考的其实也不错 就是数学丢分丢多了 算失手 不过他数学一直不稳 有时候极豪有瘦一般 我敏唇喝了口酒 那是他的事情 其实当初的事情错不在他 他并没有主动要求王上强 将奖学金给他 周瑶也端了杯酒过来 轻轻跟我碰杯 笑着说道 谢谢你小小 我白手 没事 周瑶悄悄在我耳边说道 我妈妈其实是教育局的 我把你和一般老师的情况说了一下 他说他会替你跟上级反应的 我愣了 转头看他 忽然又垂下眼眸 这种小事 罚不了什么吧 周瑶摇头道 不 王老师这些年收礼的事情也不少 他说了很多 好多事情是我这个原一般学生都不知道的 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拍了拍自己胸脯 同学们调查了好久才知道这些的 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我很感动 喝了几杯 感觉眼睛哗哗的 郑坤扶着我去买点牛奶醒酒 才发现隔壁竟然是一般的同学 他们抬起头 纷纷看着我 眼睛太花了 看不清他们表情和眼神 我只当没看见他们 就像当初那样 出了餐厅门 我转头对着郑坤笑 刚刚他们声声脸都绿了 郑坤点点头 又有些失望 哎呀 刚才多好的机会啊 你怎么不嘲讽他们 我耸耸肩都已经过去了 大家以后不会再见的 买完牛奶回来 我刚一进门 就听见同学们吆喝起来 我们还以为你走了呢 十一班这次考这么好 你这个旺星必须给我们喝醉 十一班全体都考得比想象中好 甚至打破了平行班和重点班的壁垒 他们认为是我旺了他们所有人 所以他们叫我旺星 还送我个毛绒旺仔 我抱着旺仔 像当初他们那样爱好 不要 好土啊 不要不行 不要今天就别想走了 大家举着杯子又要来灌我 我忙起身 我敬你们 祝大家蓬城万里 前程似锦 酒杯碰撞着 酒水翻涌着 我们凝视着彼此 仰头喝下这一段无怨无悔的青春 有益长存 有益长存 大学生活比起高中时轻松了一些 但不多 四年来 我依旧勤勤恳恳 所有的奖学金都悉数打回了妈妈卡上 保言了 妈妈竟然开始催婚 我说我要等毕业 她数落了我大半个钟头 说这么大姑娘了 就算不成家也该恋爱了 她说我如今长高了漂亮了 眼光也高了 她说她怕我一个人在外头 每个人照顾总是不行 我挂断电话 叹了生气 找个人照顾吗 我好像没遇到过一个能让我心动的人 大家都在忙着学业 忙着事业 偶尔的接触 异性的示好 都让我觉得很局促 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婚姻不幸福 所以我对男性有一种天生的排斥 小时不明显 越长大越严重 傍晚在校园里散步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 回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英俊的面容 男孩很清秀好看 明明从未见过 却觉得那么熟悉 我笑着看他 你是 他不满地道 许小 你竟然把我给忘记了 郑坤 我小心问道 他露出个得意的表情 四年了 我们虽一直联络 但因为我假期很少回家 以至于一次没有见到过 没想到他变化这么大 瘦了高了 还很帅气 但笑起来 依旧有以前的那份可爱憨后 这要瞧 你怎么在这里 他盯着我眼神炽热又温柔 距离太近 我心跳有点快 他道 我今天来报道 我惊恶地看着他 明白了什么 你考了这里的研究生 他笑着递给我一根棒棒糖 同学你好 我是郑坤 晚安